看看是不是会胜利的拿下冠军 现在马上要看到就是日本好手雨申节显 2017年冬奥金牌得主 同时在2017年世界冠军 这次在端取拿下就是8.39分 是排在第五 在端取赛后的这个访问也有提到 在比赛的时候也是觉得蛮紧张的 不过他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 他绝对要在强取是给大家最好的表现 四圈loop完成相当的轻松 四圈sucker 欢迎的组合旋转 接着比赛的轻松 接着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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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圈偷也是相当漂亮的完全了 5圈偷適 坐下 5圈偷適 1圈偷適 1圈偷適 再一個漂亮的竹蛙色 接三層六沙特 換角的四層 編排的步伐 觀眾都為他瘋狂 還有招牌動作 這個熱 最後來旋轉 今天表演是一氣呵成 非常的完美 相信雨昇傑賢 今天應該不會再比出差一點點的手勢了 因為他今天表現真的非常的完美 好讓現場 是滿場他的粉絲陷入瘋狂 我們現在又要下起這個小純維尼海 每次這個禮物都是收不完 要收很久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現場粉絲送的禮物給收完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雨昇傑賢 果然在場取 給大家非常精彩的表現 他也是非常好勝的一名選手 現在場邊的粉絲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看到自己的偶像能夠有這樣子的表現 雖然在短曲的部分距離前三名是有一些落後 不過他靠他長曲的表現希望可以扳回一城 這次他在場取的部分是跳出了四個四周跳 而且讓大家可能比較替他擔心的這個四周的燒烤跳街 三撐的toe loop也非常勝利的完成 因為在前面的四大洲錦標賽 這個跳的動作都會出現一些些狀況 不過跟四大洲比較起來 他也是有調整一些他的策略 當時在四大洲的強曲是跳出了五個四周跳 不過當時就是在騷烤跳出現的失誤 是只有跳成兩周 這次是穩扎穩打 挑戰了四個四周跳都順利的完成 當然在藝術表現的部分 雨昇傑賢也絕對不會拿到低分 都是非常精彩的表現 他也是目前三上分數的世界紀錄保持人 在長曲的部分有來到219.48分 至於總分則是330.43 在總分或許這次很難來挑戰自己的最大成績 因為短曲的部分是已經比較落後 不過今天長曲精彩的發揮 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來挑戰一下自己長曲的最佳成績 那這個分數是在2015到2016年的大港賽總決賽所創下的 至於他在本季長曲的最佳成績目前是來到206.67分 好好的 我應該要工作 但那是很開心的 看起來 其實他應該也是蠻緊張的 不過在他的表現當中完全看不出來 現在終於是可以鬆一口氣 好好的 今天你很冷靜嗎 是的 他的教練Browns也覺得他今天好像蠻冷靜的 可以把所有的動作都給跳出來 現在馬上就要來看到日本的選手余勝傑在長曲所拿下的分數 你會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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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分126.12 表演分97.08 哇在長曲的部分223.20分 我們在都市見證了新的歷史 太分析了 對 219.48已經很高了 一下推進 而在總分的部分他是創下了本季新高來到321.59分 所以在這站的部分總分是有刷新他所保持的世界紀錄 223.20分這樣的分數真的是很難來超越 旁邊的這些原本排在前三年選手也只能鼓掌叫好 真的是太厲害了